12月10日上午 邱泽和徐伟宁官宣表示 曾经说过 如果有好消息 会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好消息是 我们结婚了 哇咔咔 一个男神一个女神 两人因戏生情的故事 再次在娱乐圈上演 据悉两人是因为拍摄 当男人恋爱时而互相心动 随后交往了半年 最终决定结婚 6月份时 39岁的邱泽 还曾因为在当男人恋爱时中的 侧严杀而登上热搜 没想到半年过去 就遇到了真命天女 而徐伟宁在经历了 和阮今天的八年恋爱未果后 于2017年下嫁刘又年 婚姻仅仅维持了两年多 就在2020年底离婚了 虽然徐伟宁有过一段婚姻 但和恋过八位女神 律过罗志祥的邱泽相比 只能算是个菜鸟 1.邱泽和徐伟宁截然相反的家庭 邱泽出生于1981年 比徐伟宁大三岁 父母早早就离异 她被判给父亲 因此年幼的邱泽 一直跟着奶奶生活 是个极度缺爱的孩子 也造成了她敏感的性格 为后来做展男 埋下了伏笔 而徐伟宁恰好和邱泽相反 她的父亲是意大利裔美国人 在母亲怀着徐伟宁时 便离开了台湾 所以她从出生起 就一直跟着妈妈和外婆生活 邱泽和徐伟宁都是从小就漂亮 邱泽从小就知道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 在学校里博得了颇多的关注 小小弥补了她情感上的缺失 而徐伟宁因为是浑雪儿 和身边的小朋友长得不同 小时候经常受欺负 也一直很自卑 直到上了高中后 徐伟宁成了校花 也受到了无数男生的追求后 才渐渐明白 原来自己是个美女 也恢复了一点自信 在学校里 徐伟宁也是舞台剧的主角 后来考入了大学戏剧科 慢慢走上了表演之路 而邱泽最早是搞体育的 他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练习排球 身体灵活 头脑反应迅速 到了高中时期 就成了学校的排球队长 2001年 刚考上大一的邱泽 就在校园里 被多利安娱乐公司挖掘 开始拍广告和电视剧 同年 邱泽还出演了《何润东》 陈怡荣主演的《雪地里的星星》 他在其中饰演一位叛逆少年 不管是帅气的形象还是不羁的气质 都和人物很贴合 2002年 他又把唱歌合约签给了晴天唱片公司 准备全方位发展 在晴天唱片公司的打造下 邱泽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邱泽其中的 你知道我爱你 冷风 备受好评 在2008年之前 邱泽的身份一直是歌手 但却一直不温不火 对唱片公司来说 绝对是一大损失 而徐伟宁 2004年入圈 先是担任了王力宏和杜德伟的MV女主 又客串了《家有飞飞》 其超高颜值 备受欢迎 虽说邱泽比徐伟宁出道早 但从演艺事业上 徐伟宁比他走得顺畅得多 然而 那时的两人并没有交集 徐伟宁在和阮晶天谈恋爱 而邱泽则连续换了七位女神及女友 二 杨承林 伤害我最深的就是她 早在2003年 邱泽的名气还一般时 曾与杨承林搭旦过原位的夏天 两人因戏生情 随后开启了一段虐恋 那时的邱泽 名气压根不如杨承林 但在感情中 他却是很强势的一方 邱泽的性格比较古怪 对杨承林时而热情 时而冷淡 一直是感情中的主导方 后来 杨承林在《康熙来了》中爆料 两人相恋八个月 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每次她都像是一个等待灵性的妃子 需要等待电话召唤 若寂若离的感情 让杨承林非常没有安全感 经常会给邱泽发短信撒娇 最后忍无可忍地 发了一条分手的短信 邱泽冷漠的态度 若寂若离的情感交流方式 让杨承林大失所望 随后选择了分手 三 邱泽和郭彩杰 陈乔恩的恩怨 虽说邱泽有点情感障碍 但却不妨碍 她是个敏感多情的人 所以特别容易和女搭档 因喜生亲 恰恰是在2008年 邱泽大火的这一年 她搭档郭彩杰 合作了无敌三宝妹 邱泽的老毛病 始终没有改 在剧组时 对郭彩杰爱护有加 但两人已分开 她就恢复了冷漠的本性 两人也渐行渐远 2009年邱泽搭档陈乔恩 主演《福气又安康》 两人再次有了暧昧之情 当时的阮晴天 正在和徐伟宁交往 真是缘分啊 徐伟宁和阮晴天 在2007年就已经偷偷相恋 一直没有公开恋情 直到2011年才正式曝光 邱泽和陈乔恩 合作完《福气又安康》 又合作了《佳妻如梦》 两人相处的时间非常长 产生感情也在所难免 然而邱泽和陈乔恩的感情 再次历史重演 拍戏时 两人你浓我浓 恨不得一刻不离开对方 在拍完戏后 邱泽又变成了一个冷漠的人 从来不会主动联系对方 4. 对唐嫣的冷漠更甚 2011年初 邱泽搭档唐嫣 张萌 七威 主演了《下家三千金》 又开启了一段孽缘 此时的唐嫣 因为饰演《仙剑三》中的子萱而走红 一直是粉丝心里 单纯又美好的仙女 于是邱泽出现了 在《下家三千金》中 唐嫣和邱泽就饰演一对情侣 因为入戏太深 邱泽又爱了 在这段感情中 唐嫣一直很被动 主动去见邱泽 为邱泽隐瞒身份 甚至给他收拾卫生 刷马桶 卑微至极 关于两人分手的说法有两种 一个是 邱泽太冷漠 伤了唐嫣的心 唐嫣甚至为他自杀过 所以才分手 第二种说法是 唐嫣在2013年 拍摄《X特工》时 认识了罗靖 对方非常温柔体贴 慢慢取代了邱泽 但是在粉丝心中 明显第一种分手方式 更站得住脚 因为唐嫣确实有一次 大半夜去就诊 伤的是手腕 所以被质疑 殷勤自杀 这段复杂的感情 现今也已经过去了十年 唐嫣嫁给罗靖 还生了可爱的女儿 人生也算圆满了 五 唯一绿了罗志祥的人 话说罗志祥在台湾 也是一位多情的帅哥 不但名气大 还管纳后宫 红颜知己无数 一直只有他绿别人的份 何曾被人绿过 然而邱泽就是那个绿他的人 2012年 邱泽那边吊着唐嫣 这边却因为拍摄 罗斯小姐要出嫁 和小子女孩向前冲 而认识了女神李玉芬 只能说 这两位都不是省油的灯 当时的李玉芬 身边有罗志祥 而邱泽身边 则有唐嫣 两人在合作期间 多次被拍 但却拒不承认恋情 一直是遮遮掩掩 实在不够大方 然而邱泽不知为何 那么喜欢挖罗志祥的墙角 后来还和罗志祥的干妈 也传起了绯闻 罗志祥的干妈 陈美凤 素来有最美欧巴桑之称 曾和圈内很多小鲜肉 暧昧不断 个人非常有魅力 要知道 邱泽在娱乐圈中 一向以帅著称 一时间 媒体和小报 争相报道 真是让人浮想联篇啊 六 邱泽和张军宁 徐伟宁 纷纷扰扰的几段恋情结束后 邱泽貌似成熟了很多 这几年非常低调 鲜少曝光自己的感情经历 直到2019年 邱泽和张军宁开车去兜风时 才再次被拍到 一个女神杀手 一个健身女神 两人凑到一起 会碰出怎样的火花 瞬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随后 媒体纷纷跟踪两人 面对采访邱泽直言 最近正在追求张军宁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直到张军宁出面回应 谢谢台爱 并明确和邱泽不会成为情侣后 这段绯闻踩松过去 邱泽忙着恋爱时 徐伟宁和阮金天的 八年恋爱长跑宣告结束 直到2017年 徐伟宁突然公开了 摄影师男友刘又年 并火速结婚 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可是这段婚姻 仅仅维持了两年 两人就在2020年底 官宣离婚了 按照时间线来屡一律 徐伟宁离婚背后 又没有邱泽的身影呢 当男人恋爱时的拍摄时间 恰恰是在2020年下半年 该电影在宣传时 邱泽和徐伟宁同框出现 两人就很甜蜜 不管这两位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又是怎么相处的 反正现在已经官宣结婚了 希望他们能幸福 希望在和徐伟宁的这段婚姻中 邱泽和徐伟宁能相互治愈 找到平衡的相处之道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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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